还有就是有一会儿我们逛完街他打车送我回家 然后我快到地方了 司机问他接下来去哪 就问他的家在哪你知道吗 他就不告诉人家 跟人家说 我们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 那个意思就是等我下车以后 他再告诉人家他家住了 那时候我们已经谈恋爱已经一年多了 哦 就是这里吧 是有误会 这有误会什么呢 最开始相见的时候 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 我的家庭关系 我的父母很久就分手了 我就一个人生活 我爸呢就是重新尝与了一个 就是那个地方吧 也算我家 但是我自己去都很不自然 而且那时候我对他说了 就是那你住在哪个家呀 住在就是也算住的吧 这附近 我爸那附近吧 对啊 你不是跟你爸爸住在一起 而且我没有说我要去你家 或者说问你家准确住是门牌号 几号几号 我就问一个大概的街道 或者你刚从小区也可以 因为那时候就像刚才他所说 就最开始的我是有工作的 然后呢就发生了就是不稳定嘛 就不稳定 我自己也很沮丧 也没有心情说 我们接下来有没有未来的事了 这是我们商量过来啊当时 我说我不介意 我说你如果这份工作不可以的话 你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那是我不懂你的想法 那只能存在于我 我什么都没了 我告诉你也好 不告诉你也好 没什么区别 那你可以明面跟我说 就是我不方便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所以说你现在此时刻不已经知道 之后不已经知道 但是我在意的是你当时的做法 你当时的想法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不方便告诉我 你就当着我这个人的面 就跟我把原因都说清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样我也不会去苦苦去追问 我觉得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觉得我对你已经很真心了 我觉得我能做到的 我希望你也可以做到呀 生活上的小事 跟我争吵不断 就包括听什么音乐了 评价哪位艺人了 那正常我们就跟其他老青那些 分手特别伤感的歌 除了儿歌都是那种歌 但是包括艺人 我没骂人家 我只是说我的观点 但是他对我的冲突 好像不是在跟我讨论 我在评价谁 而是直接在说我 你评论一个人 是不是这里边就包含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生观 玩笑而已 综艺 我也只是发表我的观点呀 我们就是在交流 为什么你认为是我的兄弟呢 这种小事 太多这种类似小事 你就跟我真好 有什么吵的 说话上大一点也算真吵吗 如果三名子大 我认为那不是吵 我希望你不要那么大脾气 有什么事我们正常聊 哪有问题 咱们就看问题 他对我总是在隐瞒 总是不说实话 为什么我每次会发脾气 因为只有当我发脾气 我冲你凶了 冲你喊了 到最后我才能听到实话 哦 他生活里的谎言多吗 除了他要出去跟朋友应酬 是撒谎之外 还有其他的谎言吗 很少 正常 正常不会有 就是我们梳理一下 等于交往一年多 现在女生不仅没有见过 男方的父母 没有 甚至连男方的家在哪都不知道 现在知道 但是是我们谈谈两年之后了 就是苦苦逼问之后了 不是你不知道了吗 还说这事干嘛 但是他最开始他一年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这是一个问题啊 这是什么问题呢 他不诚实呀 你想娶他吗 想 你想嫁他吗 想 那不就奇怪了吧 你们说这些烂丁八糟的干嘛 但是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 最开始吧 我感觉是一类人 你们俩确实是一类人 就这个你没看错 你们俩确实是一类人 在我看来 你说想娶 你说想嫁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 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 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给孩子 给孩子 拖延症